上午我们从酒店出发 咱们先去鸟巢水立方 咱们先去看看北京现代化的一些建筑 到后边我们从外地玩完了之后 成德天津玩完之后 回到北京 然后我们在正式游览北京 古城老城区的皇宫天潭 包括颐和园 那么上午我们去了鸟巢 鸟巢是坐在北京的北四环外面 北四环北五环 你看现在北京城市 随着城市慢慢的扩张和发展 现在在北京五环路以内都算是城区 以前是二环嘛 出了二环就算城外了 对不对 就算郊区了 但是现在呢 城市扩张 人口也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五环以内都算是城区 五环以外算是近郊区 六环以外还算是 这个比较远一点的郊区 这样 那么上午呢 我们去这个鸟巢地方是在四环 北京的北面 北京城啊 有一条龙脉 这条龙脉呢 也是北京城的中轴线 中轴线 所以我要讲北京城是什么样子 我们收集的靶子 对不对 一环一环一圈一圈的 如果要拿一张真的 我们拿一张北京的地图过来 如果北京地图 你从中间给它一折 一折的话 这个地图中间折了一刀印 对吧 因为得了一刀印 那把北京城给分为两边了 两半了 中间就有一条线 这条线 就是我们北京城的龙脉 所以北京城市啊 从规划和建设 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整齐的 不像很多其他的城市 比如是南北狭长的呀 或者东西比较宽 或者是沿着河 叫走向去修建 沿着山 依山而建有的城市 对不对 叫重庆 就是山城 依山而建 嘉陵江 从城市的中间所留过 所以呢 北京这个城市不是 就是规规重正的 一个四方形 然后从中间给它劈开 劈开 就分成两边 两半 中间这个 这条线 就是中轴线 整个北京城 六百年以前 现在的北京城 我们所看到的北京城 不是今天我们才修建的 是六百年以前 明朝 永乐皇帝 朱棣 才修 来规划整个北京城 来修建的 所以六百年前 我们就找到了 北京的这条中轴线 北京的这条龙脉 沿着这个龙脉 而修建 这个北京城 那么这个龙脉呢 是南北 南北方向的 从南 一直到北 整个恒川北京城 最中心的地方 就是紫禁城 皇宫 对不对 所以皇帝就是住 住在这个龙脉上 然后这个龙椅 也是摆在这个龙脉上 皇帝一屁股坐在龙椅 左屁股 在东边 右屁股在西边 把这个北京城 一分为二 这就是北京城的龙脉 所以北京城龙脉呢 由北往南 最北边呢 就是北京的 这个德胜门 北京的这个钟楼 古楼 以前我们讲 陈中木骨嘛 后面我们到老城 去坐三轮车的时候 那边就能看到北京 六百年历史的 非常高大的 钟楼 和鼓楼 啊 钟楼里面挂了一口 非常重的 永乐大钟 鼓楼里面呢 摆放了一个 摆放了四个 非常大的 木质的 感谢观看